今年真的很灰心 很擔心畢業等於失業 有些朋友已經開笑地說 你就好,不用找工作都可以 一定做到良技官 這樣又不用灰心 受到疫情、社會事件 加上立法會又遭到破壞 而這個建造工程的撥款 又受到拉布的影響 確實今次是不同往日 找工作做是沒那麼容易的 但是不用,這麼灰心 因為還有很多機會 唉,還有什麼希望 失業率最新數字已經去到5.2% 不用經濟專家推測 就知道未來失業率有升老跌 我很明白你的擔心 加上我們見測虧言的界別 全部都要有實戰經驗 然後才拿到牌 為免人才有留心 我之前很早已經聯同 建策規員四個學會的代表 向法政局局長反映 要求政府加開這個實戰的職位 以及資助私人企業 請更多的應界不熱心 以及培訓更多的 建策規員的專業人才 局長早前回覆我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要舒緩疫情 對不熱心的就業影響 以及配合業界的培訓需要 例如地政總署會將建築土地 測量師的名額增加一倍 政府也答應了我們的建議 在防疫抗疫基金2.0 投放60億元 在公私營機構創造大約3萬個職位 同時 好像工程界一樣 由政府資助培訓計劃 推動建設規員四個學會 和私人機構合作 設立這個不熱心的培訓計劃 令到建設規員的不熱心 有更多培訓實習的職位 還有不要忘記 我們早前已經與政府反映 要以快勢多的方式 加快地推出建築工程和顧問的項目 政府已經同意了 建造工程的項目多了 自然需求的人才也會大了 無論公營和私人機構 便會請多了我們建設規員的專業人才 只要攬炒派不要拉捕 在合理的時間之內 審議建造工程的撥款 每年批出過千億的工程 那就不用擔心 畢業變成失業了